大家好,我是Hidy 一連兩次的胸瓶技又再出動了 這次我覺得自己組織得不錯 因為我有分滿別類 終於在大盒內分別有化妝品、護膚品、身體用品和雜汗 事不宜遲,因為一定很長的影片 所以我不多廢話,現在直接開始了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訂閱和鈴鐺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資訊 鏡頭拉近一點好像比較好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 一如以往,我先分享了ColorCon 最喜歡最喜歡,依然都是OLANDS的50 ring brand 因為它很自然,放大效果,很適合藥匯 或者你的腦想不到帶什麼Corn 不想有什麼事炒車的話 它一定是最安全的 然後我拍片很多時候都會帶他們Spanish系列 無論是啡色也好,灰色也好 都覺得很漂亮,眼睛很有神 看上去是更加有效的 然後這個Skandy系列就是上年出的 我有這麼多種顏色的 但我對於這些細顏色的ColorCon 都不太適合 可能我的眼睛比較大 但是眼珠不太大 如果Corn沒有放大效果 其實在我身上有點奇怪 唯有平日用 這個secrets系列我已經買了很久 這種圖案真的要用心化妝才會配得比較好看 它會適合朋友平時帶ColorCon 都是誇張型或者效果比較明顯那種 然後OLANDS的ColorCon 就非常舒服 我戴十幾個小時都不會乾到裂 會掉出來那種感覺 然後最近我也有用很多不同的台灣ColorCon 有三款我已經用完了 這兩款我記得有一次用什麼的片 都跟大家分享過 我就不太多說了 然後最近極速用完 就會是WONDER ECUFIELD 他們新出的這一款ColorCon 我手上是台灣版的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十片妝 我看到有三十片妝 沒試過的朋友 我覺得買少片的感覺會好一點 我先試一下 因為我平時戴WONDER ECUFIELD 是會移位的 這次我覺得有進步到 因為我左眼沒有移位 右眼呢 例如塗Mascara 即是很專心的時候 會這樣掉下去 還有這一款紫色盒 灰色的ColorCon 是很漂亮的 效果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這個十片妝已經很快用完了 然後就是化妝棉和洗臉筋的部分 都是那些東西 無印的Pillable Cotton 我用了很多年 最近就想換其他 不會回購它 不知道會換哪一種 大家有什麼濕敷的Cotton 濕敷的化妝棉 推介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然後這一款是日本絲花牌 我自己很喜歡 用來配搭一些Toner 抹臉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好用 性價比很高的 然後到洗臉筋方面 就是保持著用這一款 裡面已經有兩個用完的膠袋 它早上用來配搭一些清水抹臉 質地是厚實不容易爛 然後上面有些花紋 你抹臉的時候 就做到一個很簡單的清潔 在說護膚品之前 我想先說這個膠原蛋白粉 因為它是我人生唯一一個 喝得光的膠原蛋白 以前我在日本買很多 冠裝包裝都好 我喝完一次 我會覺得有怪味 膠味 腥味我會放在一邊 最後我永遠都不會喝光 而且是看不到功效 因為我沒有試過連續去喝 不過這一款是甜甜的 很好入口 我可以連續一個禮拜喝四次 覺得自己皮膚有彈性 然後飽滿了 不過如果你沒有喝 可能一個禮拜左右 它又會打回圓形 所以我發現膠原蛋白 真的要繼續喝 它是Easy Fawn 台灣牌子 輪到護膚品 就是這麼大袋 我要加油才行 下妝方面 我有這枝日本的 是讀Antennia的下妝油 這一款好用的 下妝乾淨 不會乾 味道很舒服 價錢大約150元左右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會回購 不過很久沒有在香港見過它 如果將來在日本 再見回它的時候 再買回來 然後是Etohouse的眼唇卸妝液 這枝我通常是搭一些 下妝膏或者下妝霜用的 很多時候 葉板或者下妝膏 不乾淨 就會用到它 我覺得它比較柔軟 不是特別喜歡用它 不會特別去買它 但是不知為什麼 Etohouse 經常會發送一些 SMS 叫我去拿一些 我家裡有很多枝 然後洗臉產品 我用完Fresh的 Soy Face Cleanser 這一款是我朋友不適合用 用完之後敏感給了我的 反而我自己很喜歡用它 因為乾淨得來 它是溫和 不會乾 用下的感受是很舒服 所以護膚品這件事都要人夾人的了 Fresh 我用過他們很多產品 但是Cleanser 我是第一次用 都蠻有經驗和驚喜的感覺 Toner方面的胸瓶 都還是他們 這支去角質化妝水不多說了 後面還有一支舊版 是用剩下三分一的 用完之後我就會開新版 我已經買了 不過就未給大家用後感 因為我真的想用完再開 太多東西在後面了 然後無印這個濕敷化妝水 就不會再買的了 我都還有很多可以濕敷的選擇 在後面這個架那裏 還有一些新的未開 還有這一款是Trilogy的保濕噴霧Toner 我是早上瘋狂噴它 然後用防曬行山用的 因為它的花香味比較濃烈 所以用來醒醒神起床的時候 都很有效 而且它的保濕效果都有 就算冬天也好 我噴完之後去行山都不會覺得皮膚很緊 所以我都很喜歡用它 會不會回購呢? 可能我會叫澳洲朋友幫我買 然後寄回來 精華方面 我就有Little Stardust的 Star Retail M1 這個牌子我都特意拍一條影片去說它 這裡就不多說了 它是一個絕對會回購的產品 澳洲的這支水光針精華 我覺得表現中規中矩了 它的保濕效果很簡單很適中 我又不會很想回購它 但如果我擁有它 我又不介意默默地把它用完 然後就是Lamme的這支 Hydrating Serum 對不起 我真的不懂得欣賞它 它是有保濕效果 但是以這個單價來說 沒有令我哇一聲 覺得很有感受 很值這個價錢的話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要這麼貴買一支 這麼普普通通正正常常的保濕精華 然後是MISSHA的這支 維他命B12不知道什麼什麼精華 這支是我放在公司用了很久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用完 因為它是很普通的精華 我不會放在我的日間或者夜間保養 但是可能有時候突然間 突然間很想化妝 想加一點保濕的話 那我就會用它 然後是Kiehl's的這支Super Serum 這個Super Serum我覺得很萬能的 它不只是保濕、滋潤、修復 它是可以維持皮膚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然後很清爽 唯獨是它的味道有點濃烈 如果有些朋友不喜歡 護膚品有這麼濃的味道 它就未必適合了 但是我自己都用完兩支 是覺得蠻好的 然後就是一支美白精華 香港牌子EA20 我用了兩支 美白效果是有的 不過就比較慢一點 循序漸進一點 沒有那種白板聲、蛙蛙聲 白下去的感覺 用完兩支之後 我就覺得有瓶頸位了 特別是我用了Kiehl's那支 是白得再快很多的 所以暫時就不會回購它 但是如果想溫和一點 自己又想 只不過保持著白 不是想要很厲害的美白 它是不錯的 我用完之後是沒有敏感 是完全覺得很舒服 很清爽的一個美白精華 面霜方面 我就用完了 JOMARCH的Ultra Lifting Cream 我挺喜歡這個 我來做日霜的 一開始覺得質地一定會很黏 很厚 但是又不會的 它有滋潤感 它是很舒服 不會太大負擔感 而且不會跟任何底妝打架 是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面霜呢 我用了兩支 Moisturizing Cream 大家都知道這個 是不便宜的 但是我一定會回購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質地 味道 它強勁的修復功效 是很值得這個價錢的 特別像我這樣 輕熟年紀 乾肌 你會感受到它的威力 但是你不要太節省 小小的全面霜 你就感覺不到 你一定要用最適合的份量 你才會感受到它強勁 修復的效果 然後就是Kiehl's的Ultra Facial Cream 它是一個很入門很經典的面霜 如果你剛剛開始護膚 想要一些簡單一點 用它就對了 或者如果你想買給男朋友 通常男生都不喜歡一些很黏的 它是比較舒服的質地 男生是很少抗拒的 手霜方面都是常客 很喜歡Livia這一款 不停地回購 這個是折毛增長液 是一間小店寄給我的 不過我測試不到它的效果 因為我對它大敏感 又不至於有痕又腫又痛那種 但它會塗完之後脫皮 所以我用了 我想也有十次都是脫皮 我就沒有繼續用下去了 然後就有兩款Lush的面霜 我也挺喜歡 也會回購的 早上我會用這個Cup Old Coffee 因為敷完是很醒神 味道真的像烘焙咖啡 然後它有一點磨砂幫助去角質 然後臉色會提亮了 然後就到這個Beauty Sleep 反而很舒服 有一種甜碎的感覺 敷完是很舒壓 皮膚是柔軟了 這兩款都做不到一個很強勁的保濕效果 所以如果你想敷面膜是追求保濕的話 它們就不適合你了 終於完了護膚品的部分 就到化妝品了 第一件要分享就是Excel的這個粉底 我覺得它是開架之中最好最好用的粉底 妝效一點都不廉價 在我身上是持久 做到均勻膚色 又不會很厚妝感 總之我自己是很喜歡用它的 那我會不會回購呢 大家看到後面還有很多粉底 應該不會住的 然後就是韓國品牌Explorer的Beauty Silk粉底 這款我也蠻喜歡 因為它霧面得來比較薄 不會顯乾也不會顯紋理 妝感也蠻漂亮的 只不過它的顏色也是白了一點 如果韓國品牌可以出深一點顏色的話 就會更加適合我 我遮瑕膏有Too Faced的Bond This Way 這個遮瑕度中規中矩 它遮不到千年黑眼圈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回購它 但如果你是一些小瑕疵 輕微黑眼圈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的 因為它自然又不會乾又不會很厚重 然後另一枝就是NAS的Creamy Foundation 這款我是更加喜歡的 因為它的遮瑕度再高一點 當時眼底狀況比較差的時候 真的比較乾、不夠睡、不夠休息的話 我覺得這款也很好用的 陰影方面我用了Romane這一盒 其實旁邊還有一點 但拿分得很辛苦 我就不再用它了 我會喜歡現在用的HEMI多些 因為它三種顏色 它可以多些不同的配搭 可以扣到不同的深淺顏色 眼線筆就有這三支 Modern Liner一定是我最喜歡用的 但最近轉了新版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樣好用 我還未買回來試 所以大家等我用後感 然後到Love Liner 我也是長期會回購的 因為它不是我最喜歡的眼線液 但它也是安全牌、持久、不會用 顏色方面我眼是喜歡Modern Liner 這個深啡色多些 一個很主觀的問題 然後就是Dolly Wink這一款 新的眼線筆 它是脫的 我可能出了街半天 眼尾已經不見了 然後它乾得極快 可能一個多月它自己乾了 所以這個也很累 Mascara方面的胸瓶 就是Kai Beauty這一款 我挺喜歡它的效果 是持久的 不會這麼快倒下來 之後有效果 有一點點東西看得來 又不會太浮誇 挺自然的 但缺點就是單價一點點龜 而且那時候在台灣買的運費都挺貴的 然後另一個用完的Mascara 就是My Lash Mascara 這個是Opera的 它是比較容易買到的 塗出來的效果都很自然的 我不喜歡Mascara 塗到很長很浮誇 打完結 這一款如果你夾得漂亮 它是很輕身 保持得到 不會這麼快倒下來 但如果剛剛開始開的時候 它是比較濕潤 就真的會倒下來 你要忍耐一會 你可能忍耐一個多兩個星期 等它比較乾爽一點的時候 就會做到一個很輕型自然的Mascara 然後我還找到這一款DUP的Mascara 這一款其實我沒有什麼記憶點的 所以應該不太特別 不會是浮誇型 很討厭 但可能它太自然 沒有什麼料到 就沒有太大感受 然後就是Benefit的蒲公英 Highlighter 這一款是好用的 粉質細光澤感漂亮 然後不會顯毛孔 我是放在長洲那裡 基本上長洲所有片的Highlighter 都是用的 然後就是兩支潤唇膏 這支萬獸倫敦是很普通的 有點像中學時期會用的感覺 它不會很滋潤 又不會很持久 如果萬獸倫敦 我會喜歡它們那種Melt Cream系列 總之長型的 然後圓桶那種 我會比較喜歡那種潤感 然後這個叫做Karmes的話 是一個觀眾送給我的 我小時候也有用過它 如果你很久沒用 或者從來沒用過 你會覺得它很潤 很喜歡的 但如果你用了一段日子之後 你又會覺得有一個瓶頸位 覺得它沒有之前那麼好用 所以通常我加一段日子 我就會再買它 化妝品的胸瓶部分 就是這麼多 因為真的很難用得完 然後就到身體護理的部分 你們會發現沒有任何洗頭水的瓶 因為我是用Lush的洗頭巾 比較環保一點 而且也很方便 你知道濕了頭 濕了肩 然後一邊擦就會起泡 我都蠻喜歡用 它們是粉紅色和紫色的 但是藍色我就真的不敢用了 我用過一次之後 因為有染髮和漂髮 一用藍色海鹽那種 就會掉色掉得很厲害 然後就是一些髮膜 我沒有用護髮素 直接用髮膜去代替 因為我的頭髮都蠻受損的 這款是牛油果髮膜 這款是印尼牌子 非常之便宜 25元就是一瓶 這款雖然又便宜又大 但我很不喜歡用它 越洗髮質越差 比用護髮素更差 我不覺得它做了髮膜的功效 所以25元我寧願吃了它 如果你想要便宜 便宜的 便宜的那款 我覺得寧願貴一點 40元這款 也是印尼牌子的 就好很多了 這款金色我會推介給頭髮不受損的朋友 用完它是很滑的 但如果跟我一樣 即是漂了十幾十次 頭髮開始爛的那些 我就覺得用粉紅色 它是做到一個深層修護的效果 是真的蠻好用的 我是在深水埗福華街的印尼店買到 然後另一款髮膜 就是我的髮型師給我的 這個應該是比較貴價的 我就覺得一般的 我會期待更好的效果 但是它就給不到那種修護了 進步了的效果 它是有滋潤的 但是我又覺得 一般一般 然後Eve Hoshi的髮噪 就不多說了 因為推介過很多次 夏天一定要擁有它 令到頭皮很清爽 很舒服 然後很香噴噴 之後我會回購是大支妝 不會再買這麼小支 大支比較值得 然後頭髮用品 還有這個印尼牌子的粒粒髮尾油 它一瓶裡面就是這樣 一粒一粒的膠囊 我是吹頭中間的時候 開一粒 然後塗在髮尾上 繼續吹頭髮會很順滑 我是不停回購它 亦都推介過很多次 我也看到越來越多人推介它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好處 我就不多說了 止汗劑方面 我是用Biole的止汗膏 我回購了這個產品 也有五年了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新版 是寫著用在腳 但是我一直都用在underarm 它是不會令到我零出汗 但是出的汗 是不會有很大的汗味 而且是很快揮發了 不會令到衣服下面一疊深色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 洗澡方面我多數會用蕃茄 所以又是沒有什麼空評給大家看的 以前皮膚很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用羊奶茄 比較溫和一點 現在沒什麼事 我就很喜歡那種香氣 在蒸氣包圍著自己 我就會用Lush 冬天的時候想滋潤一點 我就用蜜糖那種 現在夏天我就用一種玫瑰 好像是 而且他們的Shower Gel 我也有用的 這一款就是他們的玫瑰果醬 就差不多 都算是用光了 這一款是透明的 這樣就會比較清爽 如果他們的Shower Gel 有些是比較實色 或者是比較creamy 那些 你洗完澡是有一種滑散散的感覺 我就沒有那麼喜歡了 輪到最後就是SBON的身體毛沙 我非常喜歡他們 使用感受是非常良好的 他們的磨砂鹽是很天然的感覺 然後那些油是滋潤得很薄 因為你可以滑滑滑滑滑 之後很滋潤身體的時候 一沖水就沒有油膩感 但是摸下去是很滑的 大家試過一次就會愛上他們 以上就是這段時間的Homping Collection 我知道這段影片一定會很長 以往我會分開上下兩集 但是有些朋友留言都說想一氣呵成這樣看完 不想分兩個星期 這次我就不分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我都很努力地儲不同的Homping 努力用很多不同的產品 跟大家說一下這些用後感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凡是日六更是三年和日更是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Dale 別拿來 chanel